为什么说,一旦发生战争,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上战场了?不愿意为国而战这个想法横空出世,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战争离我们很遥远,因为我们生在和平年代,因为祖国的强大使我们远离硝烟,但不可否认的是,世界上仍有一些列强对于中华大地虎视眈眈,有强权便意味着某些时候战争将不可避免。 可是前不久网上出现一个话题,一旦发生战争,你愿意上战场吗?假如战争来临,军人肯定是首当其冲的,其次就是公务员,事业边,有钱人,最后才是老百姓,这可能是众多选择不会参战的人内心的想法。 在这个问题上,大家的观点出乎意料的一致,除了军人外,让吃国家公粮的仙上。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让以美国为首的敌人胆寒,1972年,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差点成为印度的首都保卫战,这些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的胜利。 靠的并非军备力量的强大,而是靠的人民子弟兵的勇敢无畏,战争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和牺牲,正是因为无数先烈不怕危险,不惧牺牲才造就了如今的盛世繁华。 可是如今大多数人竟然抱着安逸现状,让有钱人上战场,让公务员上战场,让光二代上战场的想法,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? 首先,人们长期以来享受和平的环境,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应当享受的。 很多人并不知道,一旦发生战争,没有武器的平民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,最近发生在加沙的巴以冲突,足以说明一切,没有人会在乎平民的死伤,反而会理所当然的用战争拿又不死人轻疗淡血的一笔带过。 另外,前不久的热播剧《人世间》里面讲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,最朴素,最实在,最无私,牺牲最多的是周炳坤,而有本事有能力的,却并不能守在父母身边。 这个道理网大处说,与保家卫国是一个道理,一旦发生战争,往往是底层老百姓撑起一片天,有钱有势的往往会带着财产亲友跑路,最底层的人只能承担其保家卫国的重任。 当战争结束那些躲避战争的人回来,接着享受和平的硕果,不可否认,随着网络的发展,现代人的觉悟提高了。 但是舍己为人的精神却渐渐不复存在,拿乌克兰战争举例,乌克兰99%的富豪都在战争前跑路了,还有1%在想办法跑路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 先富起来的部分有钱人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,背弃了自己的初衷,只想利己私利,不想为社会做贡献,这样很多人对他们恨之入骨,特别是最近发生的北极粘鱼事件,其结果的不了了之,更加加剧了人们的不满。 如今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壕与炮火,一旦发生战争已经没有后方与前线的区别,所以别想着后方就是安全的了,不到存亡危机的时候,是轮不到普通人上前线。 没有血性的人当经历战争的洗礼之后,经历亲人朋友的死亡,觉悟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,你不上战场你的子女就要上战场,农民不愿上战场,可能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中没有受到公正对待,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回报,现在底层人民生活确实不易,各种压力已经很大了,生活已经很累了,房贷要还,孩子要养,哪能有多余的精力为国分忧解难? 他们认为应该让有钱人去,让工资高的去。 多年来,中国的财富分配主要集中于初次分配,而关键环节的在分配却并未集中向农村倾斜。 其结果是一方面,财富集中在国家和少数富人手中,同时资本庞大的吸金能力将老百姓的那点称腰底的薪资,通过消费,教育,医疗等手段毫不手软地吸回到自己手中。 所谓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,从赶走侵略者到建立新中国,从不足到日益强大,这一结果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如果有侵略,我们怎么能冷眼旁观呢? 有国才有家,我们现在安逸幸福的生活是曾经那些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。 我可以确定的是,那些说不愿意上战场的,只是表达对生活的不满,而不是真的不愿上战场。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为子女未来幸福的生活而战,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保卫自己的家。 改革开放后,农民生活虽然大大提高,但人多地少。 农业生产落后,造成部分农民老了,没有养老金,生活困难,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问题。 有些农民网友心里不平衡,言不由衷地在网上发发怨气,发发牢骚,大家都能理解。 我相信,如果真的发生战争,那些暴民参军参战,保家卫国的,仍然是绝大多数的农民。 不愿意为国而战,不能被称之为狂言六论,而是应该被重视,老百姓有不满情绪。 发表了这样的言论,就说明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,并坚决进行调整和改善, 让老百姓真真正正享受到国家发展强大,所带来的福利当万众其心,届时我们将不惧一切强敌。